《玩具TV》第25季第8集 真是最後一節 接下來就叫做埋齋了 剛才玩了一大輪 為何玩了一大輪呢? 因為入電 入電這個轉頭說 今次真是值得說的就是 封面、博殺、整個盒 我應該是第一次見到這個島的盒 其實它用這個島主要是因為背景板很長 如果用一般的盒子 它可能要打橫摺多東西 不如乾脆一筆一筆一筆來的新島 我特意控到這麼近 因為沒有位置 所以我想大家看看今次這個March Test的盒子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Tony Start的樣子 你會看到這個March 1和March 2 有機會可能是March 3的畫像 就成為了今次這個March Test version的版本了 其實那天它一出帖子 我看到有人分享 我看的時候第一眼看 竟然出了特別版有March 1、March 2 然後我看見這個島 我心想這個不像一盒figure的島 難道它出了一個特別版 這麼屈膜 是否要馬上出去買呢 誰知道原來是它的盒 是 然後才知道它會打橫 看到另外一開 亦都是大家耳熟能場 在Iron Man 1裡面的Tony Start車場的場景 因為本身沒有記錯除了這個Tony Start版本之外 它是有一個版本跟著它的機械給的 是嗎 好像是吧 Anyway 有錯請更正 那麼獨特的尺寸 你會看到它裡面其實是直筆 一個盒 人 Vonus Part 這個先拍了 挺過癮的 這個以前是很多人自己弄一個PROC來的面具 是的 或者是有些二三廠那些 就是一個一比一頭 有很多人出這句 沒錯 那麼 另外其實今次的配件手就是只有這麼多 全部都是張手 這個回到它當年的數量 是的 因為本身它張手 即是試砲的時候的姿勢 還有另外 非常之classic 是classic中的classic Prove that Tony Start has a heart 但看回它 這個應該都是全新開的 因為你看到一些細節上的東西 它比以往多了很多 甚至乎連罩 都是比較漂亮的 我估計它可能是全新開的 重新做了一個 這次和上次的match test 比呢 一會兒都可以close up 讓大家看看 其實那個 重點 是在哪裏的 好了 這個我又要介紹完了 麻煩大家幫我送給它 後面 大家現在可以送回這一邊 這次其實整個match test 我覺得那個包裝 和它present的東西很完整 為什麼呢 其實剛才在盒子裡面 就會有這一堆 卡紙報警板 如果你高一點 炒下去 你會看到它很有心思 有一個dye cut 當你夾在一起的時候 再碰到台座 剛剛好 整件事就完美和perfect 這個是很用心 我是個人非常欣賞的 其實Hot Toys 做這些背景 是有一手的 成本又不是高 但是效果非常好 這件事真的值得一讚 介紹完了 實際上想一想 也沒有多少人可以放得出來 是 你是英式的 是 好這個又收了 是 那又介紹完了 真是看一隻Tony Stark 本身的頭雕是不是新的呢 頭雕是新的 頭髮也都 應該說頭髮是新的 那麵雕呢 估計就是 他最近出了幾款的麵雕 就是用3D再改頭 還有年輕的 因為 年輕的我不敢說 我只看面相或者腦的程度 跟現在的新雕是很接近的 他沒有那種10年前 他第一集的年輕的表情 因為那些苦紋沒有那麼厲害 是 我只看我覺得 省尾還是老一點 但是頭髮呢 其實他跟觀塘有些不同 他做了一些改善的 他多了一條毛 散了出來 要見到其實這個音 是零零射射 我相信這次這個頭雕的重點 真 早前其實 我想任何Tony Stark的頭雕 都沒有在這一方面 做過這些功夫 還有本身 確實 是 有一種很飄逸的感覺 也零零射射 立體感會強了很多 法文也很漂亮 面相其實我已經說了 這個水準是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好了 轉了一個圈 其實基本上大家可以看 Iron Man的甲內構 主要都是由金 銀 紅 加上膠品的電線 去組成 是很仔細的 那個構造和骨架也很漂亮 另外本身這個 手部的仿皮套的穿著色 也很仔細 三方面 本身都是 簡單 但是也講究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會看到它的cutting是很漂亮 本身是兩件衣服 一件是黑色的底衣 這件是 這件衣服 我會看到 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 外面的綠色 長算是短袖外套 因為 黑色的那件 就等於外面的 包裹了 身體的 布衣 也是因為這些質地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不用擔心 亦都不會說 好像 紡皮或者 滴膠衫 玩兩玩 一年半載又收皮 這個情況就不會發生 另外看到一些細節的位置 你會看到 心口 一個護心鏡狀的東西 其實後面就是 Tony Stark的Art Reactor 一些膠製的帶 用了銀色料 皮帶 布帶 電線 全部一應俱全 後面也是 看到本身也有很多 電線綁住 我跟你說 是真實來的 不過 那些 就是容後再談 好了 那條褲 也是 大家見慣見熟的高質素的布褲 護膝 有這個魔術貼 可能不見過 Hot Toys的原室 是 這個感覺是膠 阿嘉都可以給你意見 這個是PU還是什麼 膠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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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釘上去 以前用雙面膠齒貼 以前很多年前 他們真是糟糕 到腳了 男人都喜歡玩腳 所以看到本身腳的細節位 如果大家其實早前都有 入手的 March Version 的話 March Test 他的腳 和手 其實某程度上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到 他們的分別 當然 其實在這個細緻度來說 是明顯 新版本 是優秀一點的 銀色做底 黑色滲線 再加一些 不同顏色的電線 做穿搭 後面一些類似活塞狀的油壓位 全部都有做回 一些氣候 很仔細的 好了 說完這些仔細的東西 繼續說更仔細的東西 看到 可動其實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本身整個人的身體 不會有任何特別的限制 純粹看他本身身體的設計 可以令到可動性有多高 進的 但已經超過90度 大概是100度左右 當然 前後動的話 麻煩大家留意 因為本身也有不同的電線綁住 所以你真的不要太過份 他 爆地 不是那麼英俊 所以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手臂是差不多90度 原因是因為本身上臂和下臂的骨架關節會頂住 不過 坦白說已經很足夠了 手腕也是 大家見慣的球形關節 所以可動性方面 不需要操心 到身體 落在身體 轉身 摸身體 身體 背部 上身身身體 是三折 所以在動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順暢的 我現在更不可以 這個動作也行 可以的 向前 左右也沒有問題 所以真的不錯 踢腳 我用回這邊來試 本身步褲就在這裡好 它不會有什麼回彈 所以就這樣踢 它都可以踢到這個90度 Hot Toys 反而屁股這裡頂住 向後就不是很大動作 同樣地 跟手臂一樣 本身它的活動範圍 是90度 可以跪倒 不過 也因為就著造型 很抱歉 這個腳裸關節就犧牲了 唯一沒有犧牲的 是前面這個前腳掌 看到有些彈性 所以我也不隨便動 後爭 是完全不能動的 純粹是一個分件 令到它的外觀好看一點 但是不能動的 為什麼不能動呢 轉頭說 好了 可動性 基本上 忘記了 大致上 它是做不到一字馬 不過這個默幅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有投訴 德國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所以整隻Tony Stark 我自己覺得質素是高的 除此之外 當然 千八銀還給你什麼呢 第一 第一 剛才入電的就是入到火滾 也不算是很複雜的 因為我沒有螺絲批 所以我用戒刀去開 以及 你要 除了這個 這個扣除 就可以 抹高它 入電 摸到掣 這個就是第一個 gimmick 第二 它背著袋 其實所有袋都是 可以開的 而至於這邊 就真的要介紹一下 開了之後 你會見到 裡面有一個類似電池的東西 拔它出來 E組電池 是真的 就是燈 是嗎 哦 手手 是 不過它其實這個 電池箱只有兩顆電 所以 它要供應兩邊手掌 所以光度 其實就是一般 很暗 很暗 照開著 可能這個很光有 是 好 好 接著 到腳 剛才說 為何動不了呢 動不了的原因 是因為 腳底有個按鈕 本身 它也會 跟平時一樣 台座方面 會提供一顆 又長 又粗 又黑的 東西給你 你就可以用那支柱 腰夾 令到它做一個飛行的姿勢 所以 今次Hot Toi食 都絕對沒有遺留到 這個腳底的噴射器 你可以照樣 亮燈 整件東西 就齊了 總共是一二三四五 有五個亮燈位 所以 在最後你問我 這個東西正不正 我個人就收貨了 因為 無論這個可換性也好 外觀也好 確實是做得挺出色的 埋齋就放一個好少少的姿勢 原來除了腳底之外 原來膝蓋是有一個藍色燈 我現在才看到 這裏著燈之餘 後面其實也透了光 看見這個 也好 這樣就清楚了 其實後面更精彩 好 可以開燈了 所以 這次要介紹的Hot Toys 就到這裏 我們還有其他補充 各位主持 還沒有其他補充嗎 不是夜了 對 明天還要開工 我還要喝工 這個人要砌挺有趣 挺有趣的 還可以的 好 今集玩了 下星期見